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308章 逃跑計劃 上次看到 賀榮拿著奇仔罰了一下 我們全部就暈倒了 當我再次醒醒時 發現自己在一間房子裡 蓋了一張白色的床單 那張床是實目的 在那個房間頂上 有一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的圓形燈 是床的對面在一套桌上 游著吉紅色的外漆 在地上鋪著木地板也是吉紅色的 旁邊有個衣櫃 裡面零零散散掛著幾隻衣架 我站起來走兩步 發現這房間裡還有一個小圓關和衛生間 那個小圓關的對面就是門 但那扇門是鐵門 中間有一個專門用來傳送飯菜的窗口仔 那張桌正對著牆上有個窗的 飄著一些很輕柔的窗簾 是一種很典型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高端裝修風格 那三櫃上還掛著一台老式空條 我坐在床上面對著那張書桌 還有一點頭痛 就像之前那晚剛剛喝完酒 現在剛剛走醒的樣子很辛苦 想回你昨晚的事 我也覺得很後悔 我是被雕賀榮那副仁衝無害的樣子騙了 黃金銅當然不熟悉當年的311機構 總之這家蜜蜂研究所裡有很多聰明人 雕賀榮的妖風旗就很厲害了 看似我們喝的茶就不太乾淨 喝完後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當雕賀榮、凝鋒擺下那枝妖風旗之後 這樣就失敗了 我們全部中了那些茶的道門 我也不知道自己暈了多久 只是覺得現在很餓、很想吃東西 我看到桌上有電話 只有聽筒和座機就不可以撥號 就像那些老式的樓宇對港機一樣 於是我拿起電話 裡面就開始響了自己接線 響過兩聲後 有一把很輕柔的女聲接通電話 我聽到之後馬上就罵她 你們這樣是草奸人命 萬一有人不可以住屋裡 那怎麼辦呢? 那把女聲就說 黃先生,歡迎來到蜜蜂研究所 我這邊收到的訊息是 你現在可以住屋裡了 我這樣想起了 昨天晚上我把所有事都跟挑賀榮說完 那把女聲又說 如果你想吃東西的話 我們這邊會送過去的 從門口的洞裡遞給你 明天會和你們同一安排做個體檢 我聽到之後就咆哮著說 你們這樣是甚麼意思? 我又沒有犯法 憑甚麼被你們關在這裡? 你們現在是關押 限制人身自由 我要看到我的朋友 那把女聲就說 對不起 我們研究所有規定 你們全部都要單獨去住的 不能見面 你們現在都很好 你放心就行了 如果有問題 麻煩向我的領導反映 我只不過是個接線生 只是負責幫你們送日用品 其他的和我說都沒有用 說完之後 Pay Park一聲就掛斷電話 我生氣得整個大眼睛起來 那是甚麼作風? 態度那麼差? 我把整個房間搜了一下 除了身上的衣服還在這裡 所有包裹和行囊都不見了 連綠骨刀和打瘦龍斤都被他們收走了 我走到窗邊 拉開窗簾向外面看了一下 那個窗的窗柱 是成二十毫這麼粗的鋼管 根本就不可能拆得動 在窗外面有幾棵樹 樹的旁邊是一座很高大的院長 上面還拉著電網 根本就不可以爬出去 我向著房間的上面看過去 發現空條旁邊有一個鑄鐵通風口 那個通風口不單是用來通風 裡面還有一個監控攝像頭 那個意思就是 把監控攝像頭放在鐵籠裡面 絕對沒有辦法拆下來 除非你的旁邊又可以用工具 我又走到衛生間裡面 發現裡面都有類似的通風鐵籠 裡面也有一個監控攝像頭 我看到這樣 身裡就無名火起三千像 這樣看起來 林浩禪和劉向曼的房間裡都是這樣的設置 那就是我們一點隱私都沒有 無限春光被人全部看光了 那怎麼辦 我一定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走出去 但是想什麼辦法 難道等著明天看檢驗的時候 打倒那個醫生然後衝出去 我就覺得這個辦法不是這麼碰當 既然他們要和我們看檢驗 那就肯定會有很嚴密的防範措施 那個看檢的情形我大概都可以想像到 例如有幾個河霜實彈的高大護衛 衝擁著一個穿著白帶垮的邪惡醫生 話就說看檢驗 其實就把我們當成小白鼠一樣進行各種實驗 於是我把書桌旁邊坐下 慢慢令自己安靜一下 開始在想著不同的辦法 在桌上有幾本書 都是類似心靈雞湯之類的 有助於在這裡可以排解凡門 在桌上的筆桶裡有幾支筆 而且有一支毛筆 在桌上的櫃桶裡有很多紙張 難道是留給我們用來寫遺書嗎? 看得出來 蜜蜂研究所不怕我們自殺 因為暗山門裡的人 身上都有一種很奇特的能力 如果真的想自殺 就算看得再密實其實也沒用 所以這裡就不怕我們自殺 只怕我們可以跑得出去 如果說這個蜜蜂研究所是個很壞的機構 這也不對 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來說 他們來研究我們也是無可厚非的 不關押起來的話 誰又會配合他們的研究呢? 所以當企的角度不同 我們的訴求就很不一樣了 我現在希望做到的就是 我要走出去 我慢慢回憶著昨晚說我的話 幸好瓜州之行一句都沒有說過 我翻了在身上的袋子 突然間在我袋子的納曲裡 翻了一些黏黏的東西 拿出來一看 居然是一塊豬沙泥 大概有手指較大 我脫身的袋子裡 曾經是裝過豬沙泥的 因為那東西如果擺在寶寶裡 會把我的符子弄髒的 我又看了一下 把桌上的毛筆馬上有辦法了 幸好沒有跟挑賀榮說起 我們有瓜州之行 我留了一手 他就不知道我會經雷頓的 於是有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浮現了在我的腦海裡 我計劃是這樣的 我塞到桌上的毛筆 貼了豬沙泥 畫一張驚雷頓的符袖 貼在自己的額頭上 然後我就不動了 聲音也不出 在監控那邊 肯定就會以為 我不知道用什麼辦法逃脫了 肯定就會有人過來打開房門看看 這個時候他們認定了我離開了 就不會帶那麼多安保人員 塞住我的房間門口 只要他們進來 我馬上就衝出去 等他們防筆升防 當然 走出這房間 就不一定可以走出整個蜜蜂研究所 但無論如何都好 見步行步 如果我計劃得手 我都不可以只顧著自己走路 還要去救人 只要想辦法找到我的行李在哪裡 我就和這間蜜蜂研究所搏過 我的朋友都不可能觸手授琴 他們肯定都會想辦法怎麼離開這裡 想辦法離開這裡的肯定不止我一個 我想好了之後 在衛生間裡拿點水 回到房間裡之後 放了一張椅子 背對著監控攝像頭 在櫃檔裡拿紙張出來 剪好了之後 用招毛筆貼少許豬沙泥 開始很認真地畫經雷頓符 畫好之後 我把扶袖反轉它 扣在桌上 然後拿起電話等待接線 這種事肯定要通知對方 這樣才有效果 因為他們不可能一夜二十四小時 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大概二十分鐘看一次 這樣就算不錯了 問一成幾個小時都不看我一次 那我的驚雷頓是堅持不了那麼久 所以我打算先刺激一下那個接線員 在電話通聲之後 接線員就問我 什麼事情 你是要吃東西 還是要洗水用品 不用問 我朋友肯定先後打電話 一不就問他拿食物 一不就問他拿洗水用品 於是我在電話裡就說 那些東西我通通不要 我只想問問你 你這間蜜蜂研究所附近 有沒有什麼特色小吃 我打算出去逛逛逛 那個接線員聽到我這樣說 好像尖尖黑婆地回應我 哎呀 我沒聽說過 你們這幫暗沙門裡的人 是一些耳淫大師 你慢慢發夢 什麼都不要的話 我就不騷擾你了 我經過他掛斷電話 馬上就說 哈哈哈哈 你不相信 那兩分鐘之後 你盯著監控 看看我是怎麼走出去的 說完之後 我很快地掛斷電話 接著 將剛剛畫好的驚雷頓符咒 貼在自己額頭上 黏了口訣 接著就忍了身 對方這個時候 肯定會看監控 接著我定一定 在家裡站了很久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心裡有點害怕 他們的監控攝像 不會有紅外感應儀的吧 希望不會有 於是我身裡這麼暗想 千萬不要有紅外攝像儀 事實證明 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但紅外攝像頭 他們確實曾經用過 只不過我的房間裡 就沒有裝到 因為事後我才知道 就在上年 這裡曾經關押過幾個地底人 說在某間大型煤礦裡面 在畫煤的時候 在煤層裡面 畫出了一群 地底的人形生物 大概抓了七個這麼多 全部關押在這裡 當時用的是全部的紅外攝像頭 但居然是完全監控不了那些地底人 因為那些人形生物 他們的體溫會隨著周圍的環境而變化 所以密封研究所 將這層的全部房間 換成普通攝像頭 我便不可能在黑仔裡喝水也會噎到 大約十分鐘後 我聽到在房間外的走廊裡 有一些很沉錯腳步聲 有兩個人在說話 而我悶悶悶悶感到衛生房的門口 有何可能一眨眼就不見了?難道他懂穿場術? 另一個聲音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穿場術是不可能的 我們牆壁裡是貼著老軍符的 就算懂穿場術也穿不到過去 先別說,過去看看吧 我聽到聲音知道是雕賀榮和他的學生唐湘成 在監獄裡見不到我,他們倆親自過來看看 看來他們是一對一負責制,哪個項目就哪個負責 很明顯,我就是雕賀榮的課題項目 接著聽到門外傾盆框响,看怕在開鐵門 聽到聲音就知道這棟鐵門開起來很繁瑣 過了一會後,那棟鐵門打開了 那棟鐵門很厚重,那個門夠我衝出去 但因為見不到外面的情形是怎樣 我不敢貿貿然行動 我不斷地盯觸自己 這個時候要鎮定,要鎮定,千萬不能太慌張 確定在門外沒有其他問題,這樣才能衝出去 門完全打開後,我才看清楚 在門外傾盆框响榮和唐湘成兩個人站在門口 唐湘成手裡還拿著我一條打瘦紅斤 貌似他正在研究,我沙騙這東西是甚麼材質 他們師徒兩個拍著站在門口,沒有急著走進來 因為這時候,鎮賀榮的對抗機響了 有聲音在裡面傳出來,說得很急的 雕主任,雕主任,糟了,糟了,四鑑控室哥柳向曼走出來 本集已經播講完了,謝謝你的收聽